观察自己身心的变化 了解自己 让心能够平静下来 我一直在有一种想法 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了解 我们自己的内面 非常的不够严瞒 我们每一个人都了解自己还不够 了解都是自己的一半而已 还有另外一面 还有另外一半 我们还没真正的自己了解 我们了解的部分 都是可以用这个肉眼来了解的部分而已 还有我们平常生活上想不通的 没有注意到的 但是还是感觉上还有一种东西存在的 那些东西都我们完全不了解的部分 所以为了了解自己 也是一种最好的方法 就是长修 是能够让自己了解 了解自己的一个好主 也可以了解大人 了解别人 了解这个世界的 王室王物的所有的事情的真相 所以这样的一个完整的智慧 如何得到呢 就是我们一直在 让所有的学员来修行 对自己观察身体 在自我身内及外部 与此持续地观察身体 在身体这里 那里 在不同的地方随身观 透过如此观照 让心平静下来 陆定中成就正尽律 正心和平 心地变得清楚 变得明亮 心生欢喜 国立的7月28日星期天 也欢迎大众来到原始佛教三母地学会 参加一日禅修 十方新闻记者 来一荣台北采访报道